李总队 冯队 他怎么样了 六个小时了 面无表情 也不说话也不闹 就这么安静地坐着 是现在开始 还是等等蔡良的消息啊 开始吧 我和清远过去 赵月娥 赵月娥 您应该如实回答公安机关提问 不得虚构或者隐瞒事实真相 否则应当负相应的法律责任 听明白了吗 明白 我们会对你的供述做试听资料 是否有异议 没有异议 你的个人基本情况 我叫赵月娥 有别名或者曾有名吗 没有 一九四八年二月三日出生 祖籍 海东大名乡赵壮 现居住 龙湾区龙兴花园十八号 汉族 龙兴集团董事会主席 小学文化 账户在一九八六年十月已经死亡 家庭成员 儿子许君 前龙兴集团 董事长 总经理 孙女儿 许家童 现龙兴集团 总经理 你本人是否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行政处理等情况 一九八六年 因丈夫许家福携款外逃一样 被龙湾县公安局挤押 你知道公安机关为什么传讯你吗 我不知道 许君和许家童到英国去 只是为了谈BNT项目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限制他们出境 许家童失联我也不清楚 或许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吧 什么重要的事情 难道比眼看着自己的亲身父亲 被派出所名警带走 虚问的事还要重要吗 你问我 我还想问你呢 你丈夫许家福 确定是他一九八六年死的吗 怎么回事 不是说好不问这个问题了吗 好 是支队 你说话方便吗 你等一下 你丈夫许家福 的确是他一九八六年死的吗 请入社会的 一九九五年 龙湾县公安局 在许家福的墓地 开关验尸 1986年 许家福确实在海东县自己的出租屋里 自焚身亡了 是出租屋里 还有买力很努力很努力 死厚完盼 没有你 你肯定适合不管容 徐佳福 周佑 你再看看这个 你认识他 我不是说了吗 他们经常来这里吃酒店大厂 你确认 公司管他教课 就这些 你们就认定许家福没有死 认定许家福逃到了难 甚至认为 这个人就是许家福 我今天总算见识了 你们警察 就是用这些所谓的证据 来恐吓一个守法公民吗 赵月娥 我们这是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需要 你觉得我需要吗 你们先把1995年 省公安厅法医处 做的那份 DNA亲子鉴定的结果推翻了 再来跟我说 许家福有没有死的问题 在此之前 我不会回答任何许家福的事情 关于 许家福和许松林的问题 我也回答得差不多了 还有什么问题吗 赵月娥只是被训问 要是菜单不团自首 我们又找不到许松林和许家童 那十二个小时后 我们就得放赵月娥走人 到时候 他要是把我们的底牌 告诉崔天青怎么办 崔天青要是跑了怎么办 刚才失联给我打电话 说他们已经和南国警察厅 取得了联系 正在办理出境的相关手续 最快也得三天 而且南国警察厅还说 崔智友已经辞职 他这次班周执行 完全属于私人调查 石磊把我们怀疑崔天青 是许家福这场底牌 晾出去了 人家是支队长 能办这种无脑的事吗 所以在这个时间差里 我们根本无法掌握 崔天青的行踪 你也是这资深的刑警了 你怎么犯这种低级错误啊 我只想打他个措手估计 我以为他会乱了方寸 乱了方寸 为了许家福的事 他赵月娥可谓是经过 各种风雨千锤百炼的 你对许家福的案子 吃得这么透 你还不了解 他是什么人吗 世人就会犯错 他赵月娥就不会 三十来年了 我们被他耍得团团转 你想一举拿下赵月娥的心情 我可以理解 但是你太着急了 还有蔡亮的事 我是怎么建议的 我让诗里他们定位 蔡亮的手机位置 利用你和蔡亮通话的时候 找到他 找他当场拿下 可你就是不同意 我了解蔡亮这种人 悦这种时候又不能逼他 否则我们什么都得不到 冯凯 黄检察长 黄检察长 陛下 只剩五分钟了 我还需要在办公室等吗 对不起 辛苦你了 你可以回家了 等等 是李电话 黄检察长 你稍等一下 喂 谁支队 蔡亮自首了 人呢 就在我车里 没错 杀害周浩宇的凶手 就是去送链 黄检察长 你可以在逮捕令上签字了 你确定 我确定 是 法律规定的积押时间到了 是你们送我走 还是我自己走 赵友 你恐怕走不了了 根据龙王区人民检察院 第三十一号 批准逮捕决定书 你事先故意杀人罪 想依法对你执行逮捕 故意杀人 杀谁 蔡亮已经脱暗自烧了 这只是你的第一项罪名 还会有第二项 第三项 请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